美国才是南海局势紧张的真正推手 近年来美方动则派遣先进舰机到南海挑衅自事 横行霸道 常态实施航行自由行动 美海变本加厉 增加临时部署 能换部署 增设军事基地 持续强化南海地区的力量存在 美国这么做 只会带来更多的安全风险 更大的危机隐患 今天上午 美国防长只称所谓 中国军队不专业的拦截行动 我们南部战区 已经就此次进行了公布真相 是美方侦察干扰在前 中方依法处置在后 中方坚定维护各国 依据国际法所享有的航行和飞越制营 中国军队采取的行动 是应对有关国家挑衅的必要举措 完全合理 合法 安全 专业 对不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